大家好,非常大大又来到我们的DIY创业中心 今天呢我要教大家怎么样用勾针勾出一个心形 这个心形呢是由一个魔法圈已开始组成 然后我们再编两层 然后它呢可以用作手机的挂件,钥匙的挂件 或者是任何放在书包上的挂件 这个心形呢其实看起来比较复杂 其实它勾起来的话一点也不复杂 然后我是一点一点用小号的勾针给它勾出来的 然后线呢你们也可以选择比较鲜亮的颜色的线 总共我们大概要勾两层就够了 里面一层然后再扩大一圈就是我们的心形了 好了,现在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爱心是怎么做的 怎么勾出来的 然后我做了两个 一个呢是粉色的 然后呢我另外做了一个紫色的 然后这个粉色的呢大概是宽4.5厘米 这样可以看到 好了,那我现在就开始用紫色的线给大家勾一个爱心 我们呢现在在这里做一个魔法圈 那魔法圈呢不需要在这里再给大家详细的解释 我们的别的视频呢也会详细的告诉大家一个魔法圈是怎么做 然后我们在这里勾两个向上的空中网链 双针呢大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勾的时候呢是两个两个一勾 就像这样两个两个一勾 然后这就是双钩 然后我们再把最后那两个双钩呢给它连接起来 这就是我们一针 然后这种针呢我们总共要先做三遍 这个不是特别好做,瘦瘦 不是特别熟的话可以慢慢来我们一点一点做 就像这样 然后我们再做一遍 先两针在我们的钩针上绕两圈 然后我们再拿一个 然后再绕一圈 然后再把那两圈的给它绕前面的一条线上 然后最后呢我们把那两圈一起绕过来 绕做一个结束 然后现在呢我们做四个 最正常的那种勾针 大家可以看不清楚的话 可以在这里再重新再重复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勾针的基本动作 这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心形的上半部分就差不多静静的出来了 然后呢现在我们在这双钩一下 然后在这双针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穿了一半 并不是给它穿完 好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心形的尖呢 就下面那个尖尖的地方给做出来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把这个魔法圈稍微的往里面拉一点 然后我们把它做两圈 然后我们把它做两圈 这种是双针 然后再给它勾一个 然后再是双针 两个三个 两个三个 就像这样每次我们就把它两个两个一绕 两个两个一绕 然后我们再做两个空中网链针 也就是一个长针 然后再给它穿回去 穿过去了之后呢 我们这个心形的第一层就基本完成 然后把它拉紧 然后把它拉紧 一定要稍微的拉紧一些 然后就有了我们这个心形的第一层 然后我们第二层呢 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心形给它扩大了就行 然后现在呢 我们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上 再给它再做两层 一层但开始有两层的厚度 然后我们先做空中网链 也就是长针 我们第一针呢 是要做到第二针和第三针的空隙里面 然后我们做两针半 这是先穿过去 然后勾到后面那一针再给它拉过来 然后再把那个线呢 往前拉 然后我们再往上走 这是做第二个 然后第三个呢 我们要做三针半 然后慢慢往上走 然后做完三针之后呢 我们做再做两针 一个第二针 一个第二个 然后呢 我们下三个下三针呢 就要做两针半的 然后呢 我们在这心形的尖端 给它做一个更少一点的针 给它做一个更少一点的针的一个形状 就是做一个普通的针 就是做一个普通的针 大概也就一针半吧 大概也就一针半吧 然后现在这里就要做半针 这样我们是一针一针往下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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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再做一个心形的另外一半部分 然后这是做半针 然后再往上呢 我们是做一针半 然后这里我们是要做两针半 两针半呢 并且要往上勺一点 就做一个空中网链 这样的话呢 使我们的这个心形就更加饱满 然后这里呢 我们要做三针 一针 两针 然后第三针 这个应该是这个心形的最大的耳朵部分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半针 半针然后勾到下面那个 下面一针的空隙上 然后呢 在前面呢我们差不多已经做好了 然后我们最后做一个空中网链 也就是长针 把它勾回去 就紧形做好了 然后呢我们这个心形呢 就是大概这个样子 我做了两个 一个是粉色的 一个是紫色的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对比一下 嗯 最后呢 这个心形呢 是要用手呢 把它给压压平 这样就做好了 但是如果大家喜欢更大一点的心形呢 可以按照这个 这个节奏 再把这个心形 再往外再扩大一圈 嗯 我个人觉得这个粉色的还是勾得比较漂亮的 我在这里勾的时候呢 有很多空隙 大家可以看到 没有那么紧 然后最后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线给它剪断 然后把这个针再给它拉出来 这个心形就做好了 然后我们把钩针呢 给它插到中间 然后把这根最后那个线头给它勾回来 这样我们所有的线头都在了背面 这样的话就更美观 这样针脚就更平一些 好了 这就是我们大家教的新型的做针的一个做法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呢 不要忘了给我们点赞 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相关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们 就在右下方角 那么 我们下次再见